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太差 或者因为作弊 或者违章 旷课等等这些原因 被学校开除或者要求退学 一般只有15天的grace period 如果是没有经过学校许可或者通知 自己就决定说我退学 换课 离开学校 不再求学了 那么呢 像这样的情况呢 没有grace period 这种情况下呢 在美国继续拘留呢 就算是非法了 就会有相应的问题 当然理论上也可以申请豁免 可以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对于个人来说 怎样看我哪一天是学业完成 或者OPT截止时间呢 你的i20表上有学业完成的时间 i20表什么时候过期 然后呢 你的OPT EAD卡也有有效期 什么时候截止 当然了 如果你在i20表规定的时间 以前就毕业了 或者甚至退学了 那么呢 就不能依赖i20表上的时间 大家知道呢 在这个毕业以后 OPT申请可以在毕业前夕90天内开始申请 也可以在毕业后的60天内开始申请 但是呢 考虑到目前OPT EAD 往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批准 所以呢 我们不建议太晚才开始申请 有人说晚开始也可以晚结束 多一些时间找工作 OK 原理是对的 但是如果太晚了呢 你毕业以后好长时间 申请一直没有批准 可能也会比较着急 所以呢 要平衡一下 毕业以后呢 这个OPT实习 一般呢 需要在每周呢 工作至少20小时 OPT期间呢 没有工作的时间 不能超过90天 要不然OPT就无效了 对于STEM专业的人来说呢 还可以有一个OPT延期 在这个延期期间呢 可以另外有60天 可以不工作 那么大家知道呢 你申请了H1B 有一个叫CAPGAT 就说H1B如果抽到签了 再处理 OPT呢 可以自动延期到H1B生效的时间 但是呢 这个并不改变 关于OPT Unemployment规定 这一段时间呢 避免没有工作的时间 累积太长 另外呢 还有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提到 大家可能听说过 中文新闻嘛 雨不惊人 死不休啊 这个听风就是雨 去年8月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段广泛的宣传 什么对F签证 这签证持有人 怎样算 身份过期以后 非法拘留 有变化 这个呢 是美国移民局 当时出了新的备忘录 有新的政策 在去年的视频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但是后来呢 今年有了新的发展 美国的一家联邦法院 通过了判决 说要暂时停止移民局 执行这项新政策 所以呢 移民局的新政策 就没有生效 对于拿F签证 和J签证的人来说呢 还是按照过去的政策 如果你用F签证 或者J签证 到美国来学习 交流 你的身份过期了 这个叫unlawful status 但是呢 不算美国的非法拘留 不叫unlawful presence 这里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在此后又离开美国 要回来 或者在美国转身份 或者将来申请绿卡 这里会有一些区别 总体来说呢 这个变化 对于留学生 和访问学者是有利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更好地利用 目前的情况 如果说你需要转学 转工作等等 身份过期以后呢 可以不算 unlawful presence 这个细节呢 有时候比较复杂 要结合个人的具体情况 可以联系我们 好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F1学生签证 身份终止后的 Great Period 谢谢 我 这 我不能